為什麼你指定我了 你為什麼又繞過去 因為他黨團 其他黨的提出發言 我必須要尊重他們 等他們發言完還是會回到你身體 沒有 你也要跟他說 你也要跟他說 莊惠 抱歉 現在換黨團來 你稍微這樣講我會舒服一點 莊惠 抱歉 現在換黨團 院長 怎麼叫黨團團 不是嘛 院長 沒有 讓莊惠祐先講 不行 因為你黨團現在有發言 除非洪莫凱 跟上課昌 我不是黨團 不是 輪流的黨 我不是黨團 你們說幾次 你說 他們講了幾次了 我都還沒講 我要講重點 院長 我跟你講 我都要講重點中的超級重點 好 現在他們講幾次 現在我們一起來算 第一個 傅昌吉總共講話 對不對 你什麼時候讓我講過話 我沒有 你們三個人不要急嗎 林思敏也沒講話 市民點名要等一下 接下來是我講 你不要叫我 你不要點名 我沒一件 請你等一下有錯誤嗎 不是嘛 他們回到你身上 什麼 我這個叫吼 你這個才叫吼 那你現在 你這個才叫吼 我也可以挑戰你 你是立委 我是立委 你只能選出來 你叫做院長而已 那你繼續喊 什麼叫做我正去喊 你什麼態度 我是院長 我朝野協商 那你繼續喊 你也可以繼續喊 我挑戰你剛好而已 喊再大聲一點 你也可以大聲一點 你也可以大聲一點 你為什麼支持我 可以看到民主黨立委 莊瑞雄可以說是相當激動 還一度拍桌 怒測立法院長韓國瑜 而最後韓國瑜也是怒喊 就是先休息一下 那麼讓朝野協商先暫停 讓雙方的情緒都稍微冷靜一點 不過就為了發言的順序 沒想到在朝野協商就開了另外一個戰場 恐怕是大家始料未及的 以上是國會現場的最新色系 有一些有的沒有的 說當初會計法的覆義是因為文字修正 要還原歷史真相 這太可笑了吧 2013年會計法99條質疑為什麼會覆義 那就是因為幫貪污處罪化 整個社會華藍 公民團體出來抗議 四個黨團的總召躲在議場背後的小華藍 等一下我要查你好不好 你現在有沒有真的主題在回答 現在是可以插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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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只想請院長才是啦 以後大家按麥克風是別人在講話 其他人都可以按麥克風講話嗎 就把規矩講好嘛 不要永遠好像就有人可以按著麥克風 在那邊插人家的嘴 在那邊罵人 那問題差點為什麼不止他 因為你在做人身攻擊 什麼叫人身攻擊 你想說真的沒有違憲 這個國會制度 這個是人身攻擊 這個先任嘗試 這剛才黃國昌打臉你 人家在打臉你 那兩合起來 然後被違憲沒有用 要講道理 就在那邊違憲違憲 你是大法官嗎 你是大法官嗎 聽在講講違憲好過 在大聲一點沒有關係 說什麼人身攻擊 你再講兩句話 在這一次只有在講法案 講現在嘗試是人身攻擊 什麼時候這個叫人身攻擊 我總之心問他 有很多意見就是人身攻擊 內容是什麼都不曉得 好可以讓您看到 在朝野協商的現場 現在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 以及民進黨團總召 柯建民兩個人是 爆發了口角衝突 那麼由於黃國昌在講話的時候 柯建民也跟著發言 也因此引發了不滿說 為什麼人家在發言的時候 可以插嘴 那麼就是這樣 兩方爆發了激烈的口角衝突 那麼當然就在中間 主持議事的立法院長韓國瑜 也希望調停 但是兩個人的戰火 似乎都還沒有平息 我的老爹 因為他說你說要用戴手 你是明顯的 話講一半突然頓地 黃國昌呼叫當事人資源 全營前一天 與李明賢兩人在洗手間的對話 被搬上台面 沒有總是要上廁所吧 遇到當然都會閒聊兩句 我有建議說是不是有可能 兩黨之間有沒有可能 採取整合的一個方式 他只是講一句 他當然用台語說 你們國民黨怎麼可能 布局參選新北 黃國昌向來不避諱 藍營是否願意 核推人選成最大關鍵 他所謂的讓是說 有沒有可能提出一個整合的方案 我只說不可能 這裡說的妞是要藍營禮讓嗎 黃國昌說是誤會一場 自己並沒有這樣講 我跟李明賢一起去上洗手間 然後他就說 這樣子我們可能 還是要想辦法 只有一組出來 然後我就笑著問他 說你們國民黨願意比民調嗎 還原經過 那是李明賢掀起的頭 不過潛在的綠營對手借機數落 稱真假假先罵再說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卻說自己從沒聽過 簡單一句帶過轉身就走 或許藍白河的陰影 在柯主席心中 不堪回首 TV變卻劉俊惠 台北報導 我就看你 我剛剛還有蘋果 你怎麼瘦這麼多 見面先握手寒暄 對方近況 館長陳之翰在新北 辦的一年一度健美比賽 邀立委黃國昌和吳宗憲出席 藍白致詞好默契 我跟館長約好了 等他太悲觀 開始以後 我也要跟隨館長的腳步 好好去練一練 那我想說我們兩個 兩個去試試看之後 看看明明有沒有機會 報名 不只在立院有法案合作 現在連健身都要相揪 黃國昌積極搶攻年輕票 還和陳氏市市長侯友宜的 法治局長吳宗憲 保持密切互動 難道是想在2026新北選戰 盼漢侯友宜有合作空間 我覺得自然就好了啦 市長他長期以來 一直來支持這個活動 我們大家都樂見 那沒有必要辦法 這樣子一個好的體育活動 抹上太多政治的色彩 要大家別太多聯想 真的難 因為這場活動 館長也把侯友宜找來 黃國昌特地等到侯友宜來了 才要離開 這尊侯意味很濃厚 市長那個國昌老師 好像在會場一直站著你 沒走 那個2026新北 有可能跟他合作嗎 相較去年大選館長挺科 同樣活動 兩人大多沒啥互動 今年兩人在台下頗有話聊 好交情似乎依舊在 看看黃國昌見到侯友宜來了 直接挪位子到他的後面 若他出戰新北 會相挺 還是利簇藍白河 現在見美比賽都要問這麼辣的問題 我覺得到選前我們再好好地聊 現在的重點 大家先不要拉到26年 還那麼遠 選戰時間到了 藍白有人選 再來說 只是侯背後的位置 不少人搶著坐 TVBS新聞 蘇凱成 許家瑞 李宗哲 SNG小組 新北採訪報導 人行道旁水溝蓋和周圍 明顯有高低落差 建岸前方馬路用三角追 圍成一條小路 日前有附近居民反映 因為建岸失工 人行道毀損 而導致摔倒受傷 你們路都不平 然後晚上也沒登 我摔倒半年 好 現在還在復勞 這件案就位在台北市中山區 長春路上 而這也是民眾黨立委 黃國昌岳父所經營的 建設公司建案 不過現在可以看到 人行道其實都已經被鋪上水泥了 但是民眾在行走的時候 還是比較麻煩 因為得要先走到車道上 才能再上人行道 附近店家和居民深受其害 不過根據台北市公務局規定 建商動工時如果有車輛需要行進人行道 就要申請人行道設置斜坡 並且得到許可才能動工 而這件案在今年三月才提出人行道斜坡申請 四月份會刊 五月十號獲得許可 不過附近居民指控在這之前 建商就先開始動工 我岳父的生意 我從來沒有介入 也沒有干預 作為一個法律人 我的態度向來如此 依法該怎麼辦 就怎麼辦 吉利撇清 認為就是政治攻擊 但事實有沒有偷跑 相關單位還要調查 不過建管處也表示 有接獲民眾陳情 也要求建商在這個月十四號之前 必須修復 如果限期未改善 就會開罰 致電建設公司 截稿前並未回復 只是黃國昌岳父的建設公司 先前才被指控 一無二賣 如今又陷入偷跑動工疑雲 TVBS 林永世仲 台北采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警鐘 也沒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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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